再来看到人来人往的桃园客运总站 竟然有这么嚣张的偷游贼 事情就发生在9月20号 偷游大道在凌晨的时候 闯进了客运站 从货车里拉出了油线管和特制的油枪 就把停放在总站 16辆客运的柴油全部都抽光 一点多两个人鬼鬼祟祟 出现在桃园中立客运总站 探头探脑似乎在看有没有人 另一个监视器画面 就清楚看到两个人熟练的小跑步 从改装的货车上拉出油管 撬开停在一旁的客运油箱 插进油管后再回到车上 发动引擎 启动帮扑 200公升的柴油 前后不到一分钟全被抽光 然后这个就被人家拿走 撬开油箱连油箱盖都被拿走 同样客运的司机 直到一早要出车载客人 怎么发都发不动 才发现车竟然连一滴油也没有 不止自己出不了车 同学的车也有同样的状况 整个客运总站 七台桃园客运 七台新竹客运 还有两台外来的游览车 全都弄弹不得 损失的话 油量大概都在1000公升以上 30万一定跑不掉了 被偷的全是高级柴油 那天是9月20号 一公升也要33.8元 也是当时的最高 十多辆客运巴士 被抽走了超过1000公升的柴油 由于偷油大道专挑深夜 监视器画面模糊 警方无法掌握嫌犯特征 不过偷油大道 熟悉客运排班休息时间 还技巧性躲开街头监视角度 警方不排除是客运站 内神通外鬼 中日新闻 黄主华李敏珍 桃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